我其实在来节目之前 有前段时间 找过一个新的一个工作 当时聊的是都OK 薪资各方面 也是一个创业公司 然后在入职的 要前一周的时间 然后那边临时通知是说 投资人觉得这个岗位 可能目前没有一些新的发展 然后他就把我这边回绝了 创业公司有一些 确实存在一些 不太稳定的因素 并不是说人为一定 因为我想走 所以要走的 有点委屈啊 那么说到这儿 还想哭过来呢 哎呀 我不委屈 告诉我们哭的点是不是 不是 他应该是说 他就被迫选择 他就不是主动逆致 因为创业公司不稳定嘛 就是被迫选择 之前那个创业 被推的这个事情 他其实当时对我有一定的 是我在人生 在这几年找工作之中 第一次被这种放鸽子 其实那个工作 他的对我 没有到这种特别大的打击 只是说今天聊起来的时候 刚好这个任老师提起了说 这个工作换得比较频繁 其实不只是任老师这样说 我包括我自己也是觉得 工作 工作深夜来 其实换的行业其实比较多 然后我就发现有的时候 你坚持一件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其实不是特别地容易 我其实在不是特别熟的时候 话语比较少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自己 默默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领导他其实并没有看到 而且我也不是特别喜欢说 领导今天我其实在做什么 我绝对不会说我是一个特别有亮点的人 是说一提起邮单在哪个公司 他就是一个 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说他做出什么业绩的签证什么大单 但是我自认为我在工作里边的敬畏心 还是有的每一份工作 其实每个人都会去做很多的工作 也会给公司去带来价值 但是你的价值怎么样 能够叫你的老板去知道 这个本身就是我们的工作职责之一 但是今天的话 在舞台上的第一轮到现在为止 实话来讲 如果不是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根本看不到你的亮点 因为这个女生 唠唠叨叨说了很长时间 没有抓住重点 而库尔特表现了 无限的同情和鼓励 朱家云的名字你都没记住 他是什么企业都没有记住 可是当这么糟糕的表现的时候 叶子龙突出来说 我愿意给你岗位 什么一个企业家上台了之后 你都没有记住他们企业家的名字 然后叶子龙就要给岗位 我觉得曹熙今天说的特别棒 难道这个女孩 她第一轮表现 有第二轮 在讲这些你所谓的废话的时候好吗 作为企业家 你凭什么亮灯 这个时候谁都有权利说话 你没有权利说话 我觉得她行 我愿意给她订位 这是人类志愿的执着 所有的企业家都可以表达出对她的喜爱 因为我们都有岗位给她 而你需要站在公正客观的角度上 去看待这个女生 而不是把自己的立场摆在情绪之上 好 可以了 这姑娘你要客观评价 颜值上不说了 准备上完全不充分 而且在职业素养上 的确对自己要求不太高 有点散漫 但脾气不招人烦 所以你现在别出神了行不行 你别整个一穷摇女郎那种感觉 请不吝点赞订阅